歡迎回到新聞現場帶您關心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今天舉辦中場記者會 現場公布臺灣首度驗出本土兩例 被封為大早新的新型變異株 SBB.1.16 那麼整理疫情 看到是維生了百分之六 不過就在這最後一場的記者會當中 前後任的指揮官陳時中 還有王必勝難得再度同臺了 那麼陳時中也坦言自己的感觸非常深 非常遺憾 避免不了傷亡 歡迎來參加最終場的記者會 指揮中心中場疫情記者會 線上直播信將近六千人同時收看 網友們留言感謝防疫團隊 成立到四月二十七號 一千一百九十四個日子 九百六十場記者會 從準時收看變成謝謝收看 五月一號即將退場 總統蔡英文前來衛免所有防疫同仁 終於我們一起努力走過了一波又一波的 疫情挑戰 都覺得言語是沒有辦法表達我心中的感謝 感謝 感謝竟在不言中接任指揮官主持一百零二場記者會 王必勝也說三年多的時間很長很辛苦也很光榮 能夠在這個百年大疫的時候 那能夠我們整個指揮中心能夠替民眾出來服務 我想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強調每一場記者會都認真準備 傳遞正確資訊給國人 針對中國把疫情寫進教材聲稱抗疫取得重大積極成果 王必勝不置可否 而驚喜憲勝的前指揮官陳時中更是感觸良多百感 在疫情時間不免有很多的遺憾 雖然我們這麼的努力 想要盡量避免可能的一些傷亡 這才是有一些避免不了 我們的敵人不是人 我們敵人是病毒 面對疫情 有別於先前如臨大地每一場記者會 最終場氣氛輕鬆許多 儘管只會中英功成身退 防疫依然不能鬆懈 美國人民以及防疫夥伴的付出 記者林氏達黃十分SNG小組台北報導